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米蛋糕的做法 首先我们将提前浸泡了一小时的200克小米 给它控干水分 接着我们将4个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离出来 然后把小米先倒入破壁机里面 再把分离好的4个鸡蛋黄也加进来 再加入40克食用油 然后用豆浆键把它们打碎成小米糊 米糊打好后先把它们倒入到一个干净的蛋碗里面备用 接着我们在分离好的4个鸡蛋清里面加入几滴白醋 去腥的同时还有注意打发 然后将50克的白糖分三次加进来 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高速打发 一直打发至七起打蛋器能够形成这样的倒三角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取一半打发好的蛋清 加入到小米糊里面 用铲子把它们上下翻拌均匀 这一步不要花圈搅拌 以免消泡影响蛋糕的蓬松 翻拌均匀后把它们倒入到剩下的蛋白里面 用铲子把它们再次上下翻拌均匀 一直翻拌成这样颜色一致的米糊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在模具底部铺一层硅油脂肪粘 然后将米糊倒入模具里面 再用铲子轻轻地把它们摊平 最后在表面再摆上一些葡萄干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们放入到预热好的烤箱内 烤箱中层上下火165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小米糕外皮金黄焦香 里面蓬松轩软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添加剂 吃的也放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